南向政策是1990年代 李登辉政府的外交以及经济政策 当时发展的策略是偏重劳力密集产业投资 到了2002年 陈水扁执政时期提出了新南向政策 则是侧重在经济贸易与战略面的发展 后来到了2016年 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 在美中角力跟新冠疫情的交叉影响之下 评估地缘政治风险 让新南向政策被视为是有利的发展路线 但是近期东南亚这颗世界关注的经济明星 却受到了柬埔寨的影响 蒙上了一层阴影 到底前进东南亚还可不可行呢 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 台湾大学国际系的副教授卢信昌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欢迎卢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首先就要请教卢教授 我们在讨论这个前进东南亚 到底还可不可行之前 要先请教一下这个教授 想请问您为什么 曾经是世界所瞩目的东协红利国柬埔寨 他忽然之间会从投资的天堂 到现在变成一个诈骗的乐园 柬埔寨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说 从整个越战一结束 他不但内部开始发生内部的战争 然后泰国跟越南都陆续入侵 所以他持续有将近二十年的杀戮 那一直到一九九八年 透过这个整个联合国跟欧盟的斡旋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签了一个巴黎协议 那有那个停止内战 对内的共同宣言 那几乎他们二十二个省份的十九个省份 都同意签署 另外有一个就是对全世界的一个这个邀约 那这个邀约就是以柬埔寨 他在整个这个国家定位上头 做一个彻底的转型 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转型方式 就是他变成是东南亚国家里头金融化 跟自由化做得最彻底的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曾经我们看到的荣景 就是在那个当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往金融中心的角度做推进的时候 有大量的国际资金进去做各种卡位布局 那包括我们台湾的这个金融业 在那边设的点是多达五四个分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第二个是当这样一个荣景开始有之后 就有第二波这个我们所谓投机客或者前客 那他们就大量的从两岸从各地 去那边投资很多高级商务住宅 那这整个荣景一直到两千零十八年之前 都是非常顺利 那比较不幸的当然是这个新冠疫情一发生 整个他们这些高级饭店业 然后欧美国家的观光业 全部都垮了 垮了之后当然又屋漏偏逢连月椅 因为柬埔寨从一九九八年开始 全世界大概有将近五百多个国际人权团体 都在柬埔寨内布点 那他们从整个如何避免内部的种族屠杀 从怎么样避免这种妇女被泛运成色情行业的供应 以及阻止鸿工的这个发生 所以当然比较辛苦一点的就是说 当他2020之后开始缺掉了资金链 那偏偏包括欧盟在去年八月 开始把柬埔寨对欧洲出口的这个关税 零关税的配额取消了一大部分 所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从柬埔寨的这个生产投资 在一些中低阶比较关税敏感度高的行业 它瞬间就少掉了百分之六十的生产能量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交织之下造成的后果 是 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柬埔寨 它其实是东协贸易的一个枢纽 它其实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最近像很多像滚雪球一般 一直被报导出来的这些诈骗案 现在让不少人现在听到了柬埔寨就先摇头 而一个这个前立法委员 他同时也是出身柬埔寨的这个台湾新住民 林立禅委员 他就曾经大力在媒体上提出呼吁 希望大家不要再污名化柬埔寨 而柬埔寨除了是今年东协高峰会议的 这个主办国 主办单位之外 在2023年它甚至还是东亚运的主办国 所以在这里想请教教授 柬埔寨现在还具有投资的优势吗 因为欧盟把这个关税配额 零关税配额取消了蛮多 所以当然我们在成一 在一些低阶加工上头 柬埔寨这个阶段的确失去掉了动能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欧盟跟美国对于它的整个内部的人权 治安的改善的要求 在局励的加剧 所以大家当然看到美国国务院 在今年七月底 把柬埔寨的人口贩运 跟人口贩运的人权保护 列在最低一级 那这个部分当然都会造成影响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 可惜的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国务卿 布林肯先生 他还是去柬埔寨 然后还是跟柬埔寨的高官做接触 那如果明年的这个东亚运 能够顺利举办的话 我想至少 至少就是说就一个 积极有为的这个治安改善 加上接下去东亚运 可能带来的全世界的这个关注 应该都有能力扭转列持 是 我们知道东南亚因为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相对比较低 再加上有的这个RCEP的这个优势 外资一直都是很看好了 但是缅甸 它的政治依然是没有和平稳定的迹象 那么在现在加上柬埔寨又爆出了人口贩卖的这个丑闻 还有这个越南有一个缺工的问题 这些都还没有得到缓解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还有泰国等等几乎都有各自的问题 甚至现在美中角力也要夹杂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老师我们台商过去投资 现在看起来究竟是急还是凶呢 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说台商如果是在柬埔寨的话 通常的确是属于那种当初大陆的所谓这个腾龙换鸟 或者是在越南的某些台商因为缺工问题 因而转进到柬埔寨 所以这一些中地界的加工业对于这个欧盟取消关税的确非常敏感 是 可是当然不要忘掉一件事 我们因为去柬埔寨做金融的卡位 那柬埔寨虽然在这个阶段因为它的整个这些治安人权的问题 因而被国际的这些包括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盯上 所以它的确在某些网路的消费 网路娱乐 那一些金融的这个方面 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停顿 不过可以确定的一件事 就是柬埔寨既然有能力对全世界 包括欧洲在内 做比特币或其他财富管理的诈骗 可见它的人才国际化 还有它的整个电信网络 跟其他的这些基础设施是健全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 它如何能够尽快的利用 他们最近政府的这种宣誓 要积极打击犯罪 我想这个部分只要他们做得出成绩单 应该以台湾在网路网商 在其他电竞电购 或者在我们的这些跨国的金融调度上 应该是有优势的 是 老师我看到一个资料 公开的资料显示 现在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自贸协定 就是RCEP 在今年正式的生效之后的第一季 中国对RCEP 其他的14个成员国进出口的总值 有高达了12兆 成长了6.9% 您认为未来会带给中国多大的经贸收益 而现今整个东南亚都已经是全世界最关注的新经济的走廊了 那么从老师您的角度来看 东南亚的吸金能力是否会符合各界的期待 中美脱钩看起来已经是一个成局的大事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拜登政府一方面透过商务部主动要求要降灌税 虽然后来还是不了了之 那第二个这个在美国引起渲染大波 就是整个这个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因为原物料几乎都是从中国大陆过去 IC组装各方面都是 那但是最终的组装运输是从东南亚走 所以美国的内部曾经一度认为 大陆是用东南亚做规避这个反请销税的一个第三地 可是最后拜登政府做出的裁定是 在未来两年内积极调查 但是没有任何调查成果出来之前 这两年不对东南亚实施太阳能板的反请销税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这个不只是因为RCEP会让整个大陆跟东南亚的贸易增加 事实上因为中美脱钩的一些影响 所以蛮多的这个最终加工出口的出口地 中国大陆会变变成为是中上游的原物料的供应 跟零主舰的出口区 那东南亚目前因为占到一个便宜 就美国积极要推印太经济战略 那这个印太经济战略之下 东南亚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除了缅甸跟柬埔寨没有受邀到美国境内 去参加五月份六月初的聚会 其实其他国家都去了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应该可以相对乐观一点点 相对乐观一点点 但是有媒体形容说这个东南亚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新战场 未来这个区域的经济卡位对台湾来说 只会更重要 那么就从教授您的观察来看 目前有哪一些项目在东南亚的投资是比较热门 又具有比较长远发展的潜力呢 我想我们在新南向的这个前不后继 应该算是先驱而且是勇敢 也就是说撇开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前总统 那一路到晚静的这个新南向 其实我们的台商甚至于在一九六零年代 因为搭配日本往越南东南亚的这个迁徙 其实我们的台商在那个阶段 经常是以个人雇员的方式 由日本公司外派到东南亚国家 那因为我们那边有华侨 那日本需要有一个中间的沟通者 那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得出来 东南亚它从新加坡到辽国缅甸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就新加坡在二零零九年金融危机之后 逐渐取代瑞士成为这个 隐藏资金最好的一个去处 那这个缅甸因为有非常丰富的人口供应 跟这个物质 曾经是台湾认为新南向最亮丽的一个点 所以甚至于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各个医疗集团 还主动到缅甸去做各种部件 但是现在因为都因为政治因素而暂停 所以台商要很清楚 东南亚是一个从新加坡这种人均 是可以在五万美金以上的地方 到这个在像缅甸 恐怕是这个人均 大概在一千美金左右 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之下 台商要奠奠自己的金粮 根据自己的这种优势 然后在这几个十个国家里头 去找到自己一个落脚处 好 东南亚对带动全球经济滚动 具有一定的能量 这块经济大饼就连欧盟都预计在 今年底和东协举行首次国家领袖峰会 以加强双面的合作 对于台湾来说 各界的声援其实不如一指谈定的FTA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各界关注柬埔寨人设问题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要多加以关注 世界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卢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析 还有做这么多的国际局势的讨论跟分析 非常谢谢教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